全面掌握国内外重要头条 专家分析 人物聚焦 黄光晴 HOP抢先报 欢迎回到我们这部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新的单元 今天有讯息 我们带听众朋友 在这个周末假日期间 我们去参加一场宫廷舞会 我们现在来连线 手伤才刚富裕 那现在付出的大提琴家 张振杰 振杰你好 关系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 振杰 11月17号到18号 周末的夜晚 会有这场这个维也纳宫廷舞会 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 大家应该都知道台北市的中山堂 那周末假的光复厅 当年 真的 我以为 他们整些后 我头一次进去 我吓一跳 我觉得这个地方 最适合的就是办舞会 那么美的水晶灯 那么棒的地板 然后那么高挑的 结果后来我去调查 结果 真的当时在日治时期的时候 就是为舞会所设计的 你要知道在日治时期 在明治维新那个时候 日本人重向西方 然后他们也跳这种 欧洲里面的宫廷舞 或者是舞蹈 所以他们就设计了 这样一个场所 所以我就觉得 你知道我在威延娜待过13年 是 威延娜从12月到2月3个月 几乎每天晚上都有10个以上的那种所谓的舞会 然后那种就是 比如说建筑师有建筑师的舞会 然后医生有医生的舞会 然后工程师有工程师的舞会 然后连高顶业者也有高顶业者的舞会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那种社交的感觉很棒 大家把自己穿得比较正式一点 那起码是穿个西装男生 然后女孩子穿上个裙子这样 然后来里面 然后来跳舞 然后有的人不跳舞的人也可以来感受一下 然后来喝东西吃吃东西这样 是 郑杰这一场这个所谓名为宫廷舞会的形式 它其实某种程度是 您跟另外一位知名的朱禄豪 这个艺术人员表演工作者 你们跨界合作演出 你们可能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我们会在中间休息的时候 舞会都有中间休息 中暖休息的时候是一个高潮点 那我就要演奏大力情 然后朱禄豪要用美猴王来闹场 有美猴王来现身闹你这个大庭瓶家 音乐盛世 而且你不觉得很好玩呢 就是宫廷 在西方的宫廷里面的舞会里面 居然是我们的猴子跑过来闹场的 其实就是我想那种另类 那种跳动的感觉 也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样子 好 这节我们关心你的手伤 因为上次邀请您来做人物专访 就是一个大庭瓶家 如果手受这么严重的伤 一直都在养伤当中 那这次复出应该是备受瞩目的 您现在这个手伤如何 手伤越来越好了 就是我的宗旨还有一点点肿 那可是你知不知道 皱纹开始跑出来了 皱纹开始有了 所以我现在突然间觉得 就是说减肥以后 那人的皱纹就会跑出来了 其实你上次 我现在就比较消肿一点了 你说对不起 那宗旨还有一点点麻 可是我觉得我就 我觉得我就去面对它 然后我就去演奏了 其实你上次受访一结束才没多久 我就看到你在一个公益的场合 你竟然在那边拉大提琴 我都想说张正杰这个小子 他真的不听话 没有好好的养伤 对不对 那有邀约你还是去了 对不对 而且是一个公益性质的活动 其实我也跟一生讨论过 他们都觉得就是说 你就回到你自己的 就是你的演奏 你就回来 那你就是慢慢的去适应 才慢慢的去克服它 我觉得最好的附件 其实也是在工作上附件 是 好 那这场这个所谓的 维也纳宫廷舞会 我刚刚已经讲过 在11月17号跟18号 两个晚上 两个晚上是七点半 那在中山堂刚刚正杰介绍的 广府厅 广府厅 这是非常有别具 这个历史意义传承的一个厅堂 然后呢 目前卖票的情况如何 还蛮不错 可是就是还有一些票 还有一些票 那太好了 我问你 选举的关系 不然的话 这个票应该都被抢光了 是 那我之所以问你说 还有没有票的意思就是说 那现在还来得及 来得及 来得及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张正杰 来给我们提前 给我们介绍这场 音乐的饗宴 谢谢您 正杰 谢谢 谢谢光鲜 好的 我们今天有讯息 我们随时带领听众朋友 到各个活动的 预发的现场 就是说 先前 我们如果得知 哪边有想球赛 哪边有想活动 我们会 一一的捕捉这些讯息 那等一下呢 我们会播放了一个 先前预录的 说实在的 我们有些节目 就是说比较软性的 或者说来宾 他特殊时间才能够 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我都会一一如实的 告诉听众朋友 我们等一下 播放了这个是预录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性评的专题 大家如果印象犹新的话 之前有一个学校的校长 他陪同一个小孩子 穿起裙子来 那我一直去找 就是说当事人可能 不太想上广播节目 来谈这样一个 可能外界觉得 为什么穿裙子的 这样一个议题 可是我找到 联金出版社 当初穿裙子男孩 这本书 出版的主编 黄慧玲 到我们节目现场 那在我们播放 这个事前的录音之前 我特别调出来 过去有一个 叶勇志霸凌事件 这个简单来讲 就是当时候 有玫瑰少年之称的 叶勇志 他2000年的时候 他读国三 那比较中性化的 一个男孩子 那某种程度 就是说他遭到 同侪的一个压力 所以紧张 甚至呢 国中时候被霸凌 他在学校生活 上课都很恐惧 那你想想看 很多人 常常霸凌他的时候 很多同学说 我要艳名震生 我要对你如何如何 所以长期 保重这个压力的时候 每次到上厕所的时候 都十分的紧张害怕 不幸的悲剧 发生在2000年的 4月20号 他在上第四节音乐课 下课前五分钟 他举手向老师说 我要上厕所 从此进去 就没有再出来了 那不管 我引用这样一个故事 如果大家 对这个事件呢 想要再进一步了解 其实你Google一下 都知道 最后的原因 虽然法医判定是 意识上缺乏反应能力 导致他跌倒 那结果造成 头颅骨的骨折 但是解剖 发现其他的一个病症 可是呢 背后的原因 大家都知道 他为什么会跌倒 他的头颅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骨折 以至于造成 不管什么原因 造成他最后离开了我们人世 其实最重要的是 他上那个厕所 非常的紧张 想要赶快的离去 因为万一下课的时候 那个压力来了 那么多人进来了 他怕又遭受到霸凌事件 那我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 做这样个专题呢 其实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些公投 其中有为数三个左右的所谓的有关 性质也好 或挺同反同相关的议题 那不管你是挺同 不管是反同 我觉得生命的个体都值得尊重 我们要先学会尊重别人 尊重每一个个体 甚至每一个特殊的个体 我们之所以为人 我们就必须 你要别人尊重你 你也必须尊重他 所以我们等一下 聆听来这一段 这个事前的专访 我们休息一下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POP抢先报 欢迎回到POP Radio POP抢先报 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光晴 我们看到前一阵子 发生了一件新闻 这个新闻十分特殊 就是一位和平时小的校长 他带着他的儿子 两个人一同穿上裙子 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是因为台北市的龙安国小 因为接受到 或许是来自家长的意见 把2015年由联金出版社 出版的穿裙子的男孩 这本书的综艺本下架了 那家长有他的理路 他说这个似乎 把这个好书的推荐 那这个贴在厕所旁边 是不是刻意的要鼓动 他们学校的男生来穿裙子呢 那来龙去脉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观点 来看待这个事件呢 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联金出版社 也是联合报系的儿童读物组的主编 黄慧玲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慧玲你好 光潜姐好 各位天宗朋友大家好 是 慧玲 其实我们谈到这个事情 我们回到原点 那是最清楚不过了 就是说很多家长可能没有看到那个书 那大概知道这个书是 什么样的内容就开始紧张起来了 所以我们回到原点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还原这本书的这个主要故事情节 以及跟我们传达 就是这本书主要他要表达的意义在哪里 主要的这个内容主旨他想传达的意念在哪里 这本书是穿裙子的男孩 他是由大卫威廉斯所著的 是英国百万畅销的儿童文学作家 对 这本穿裙子的男孩 我们在2015年出版 其实主要当初也是因为这两位作者 就是文字的作者跟这个画图的作者 都是非常享誉国际的 那另外就是因为这本书的一个议题型 就是说孩子其实他有一个自主的能力 而且孩子其实这个书的主角 这个丹妮斯 他其实是一个算是单亲家庭 然后在生活里面有许多的压抑 没有办法表现自我 甚至就是有点自卑 那因为他非常想念妈妈 然后自己失常了一张妈妈的相片 然后这是被爸爸不允许的事情 那因为妈妈穿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洋装 这是在小男孩的心里呢 落映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形象 那他另外呢 他自己非常喜欢这个时尚的杂志 就觉得看到这些时尚的杂志 就觉得哇 为什么女生可以穿那么漂亮的衣服 他们的布料看起来都非常的轻柔 非常的舒服 就好像妈妈很温柔的 这种怀念这样子 那不小心他就遇到了一个 全校最时尚的一个女孩子 那这个经过这个女孩子的一个鼓励 就是说 那你那么想要穿 就是觉得女生衣服那么漂亮 那你何不穿穿看 而且我很会帮人家打扮 然后我帮你打扮成一个 穿穿看这个裙子看看 哇这个丹妮是受到这个 等于接触这个友谊 因为这友谊也是一个在成长中的孩子 他非常渴望的 那所以呢 他就穿上了这个裙子 那他们两个小孩子呢 就有一点就是新鲜 然后好奇 就觉得说 你打扮起来真的还蛮有模有样的 要不然我们出去试试看 说不定没有人认得出你来 所以他们就穿着这个 就是他的好朋友帮他装扮的 你装了这个裙子就出去 然后甚至呢 就假装是一个来自法国的一个小女孩 那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当然这个故事里面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 在书里面的角色 有很多的大人的角色 他们其实是压抑的 或者是就是说 对孩子本来是不理解的 那这个孩子呢 其实这个小男生 他是足球队的队长 他并不是刻板印象里面 觉得好像是一个 带有比较女性化的一个男性 并不是 而是他就是纯粹一个 喜欢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兴趣 然后呢 他喜欢这样 其实他里面的心理 就是他其实对妈妈 有无限的一种想念 想念 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也因为这一连串的事件 当然对学校来讲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甚至对他爸爸来讲 可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 他凸显了自我 然后也让别人看见 然后可是 追根究底 他并不是一个喜欢穿裙子的人 而是是一个常识 是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是由他们的家庭状况开始描述起 就是七岁的时候 他妈妈跟父亲吵了一架 他就离家出走 他从此就是没有妈妈 然后后来呢 只有爸爸跟哥哥 诚 诚如刚刚慧琳所讲的 他发现这个时尚杂志 他觉得里面穿着光鲜亮丽 然后刚好碰到他们 有一个女同学叫Lisa 那Lisa很会打扮 他一架子 衣柜里面一打开 全部都是五花十色的这些礼服 甚至连宴会 初期宴会礼服都有 所以帮他打扮 那个打扮还包括 画眼影啊 穿高跟鞋啊 装扮 所有的一切的装扮 可是刚开始 陈如宁讲的 这个Denis 他没有打破自己的框架 没有 他觉得我就是小男孩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作者的描述说 他第一次的时候 他那个心脏跳得很快 或是他很紧张 他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框架存在 可是后来这个 充当了另外一个小女生 上法文课 老师都没有试破 学生同学也没有试破 那后来试破他的呢 这故事后来延伸 其实是一个好的ending 后来呢 就是 他是足球队的 对 他是足球队的队员 然后也因为就是 他们参加足球队 也希望有一个好的表现 就是其实在孩子的 校园生涯里面 就是他们也是希望 可以展现自己的 那 他就是因为穿裙子这个事件呢 就是被试破了 然后当然这中间有 非常幽默的一个过程 因为这个作者呢 他是一个戏剧专家 然后对这种情节的掌握 是非常厉害的 那 所以他后来就是被试破了 然后被试破以后 当然校长啊 学校啊 就是大家 非常的压抑 然后呢 甚至要把他赶 赶出校园 然后呢 要赶出 因为赶出校园 他就不能参加这个校团了 对 可是呢 整个足球队 大家都非常紧张 因为他是足球队的一个 核心人物啊 就是 足球队没有他呢 可能就会 就是 这个输赢呢 有很大的一个关键 所以 全场呢 全部的足球队员呢 最后 都穿上了 这个莉莎 所准备的 这个裙子 或者洋装 然后全队呢 就在这个足球场上 出场 那其实这是什么 他们相挺 他们相挺 这个小男孩 中间还有一些 桥段就是 连男同学 他有男同学很特殊 是喜客教的 他像包头巾的 他 头巾对他这个头巾 有一些识别作用 他就很好奇 也曾经借来 带带看 那那位男同学的妈妈 后来也加入 帮他们 变装 的这个行列 然后所有的足球队的 他的同伴 全部跟他穿上 同样的这个 女生的这个衣服 而且同样是 Lisa的衣柜 里面打开的 那里面还有一个桥段 就是他 去密告的 这个老师 他自己去那个抱摊上买 对他也自己 就是在 有点躲藏式的 他是隐藏式的 对他是隐藏式的 然后事实上 这也表现一个 就是在大人的世界里面 他有很多 不为人知的秘密 甚至其实是 他的内心 才是真正有所谓的 女性的这个 倾向 对的倾向 小男孩反而不一定有 但是他 其实 对自己这个行为 是害怕的 所以他就更加的 加注在孩子的身上 就觉得说 这是不行的 然后 所以 那个 作者特别安排了 这个桥段 其实后来就是 当然 校长也知道了 然后就把这个 Dennis开除了 爸爸勃然大怒 讲你怎么开除了 可是当这些同伴们 也跟他穿上 同样的女生衣服 把他赢回去的时候 他得到关键的比数 后来打赢了那场 球赛 就他爸爸很兴奋说 这是我儿子 这是我儿子 那后来因为 有个货客老师 就是去密告他这个老师 他自己才是 变装的其中爱好者 结果后来 Lisa就带着这个Dennis 压着这个老师的秘密 就让这个老师呢 回去跟校长讲 又把Dennis 赢回学校了 那所以 里面 大概在223页 我抓出来一个精髓 这个精髓 可以作为我们第一段 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当中 我们先跟听众朋友透露一下 这本书想表达什么 在223页的中间 这个Dennis告诉他足球赛时发生的事 拉吉就是那个专门卖商店的老板 就是卖衣服的那个商店老板 他边听边摇头 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 说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 Dennis 拉吉跟Dennis说 那些太快评断别人的人 像是老师 政客 宗教家 一般来说 都按他们的表面 形象 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们这边先买个伏笔 是不是有同感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种广告 我们再跟 联金出版社 这个 黄慧玲 我们来聊聊 我们休息一下 马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 联合报系的联金出版社 联金出版事业公司 儿童读物组的主编黄慧玲 慧玲 我们聊聊济世新闻事件 因为牵扯到你们出版这本书 2015年的中文版 然后刚刚跟我们讲述这个书的大药 那我也念了其中 我自认为我看到了一段精华的语言 我现在想就是2015年 你们为什么选书 选到这个 想要出版中文版 而出版没想到三年后 引起了一个新闻的一个关联性 这其实真的始料未及 我们在2015年 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 其实我是因为画这本书的这个画家 他是那个就是昆丁先生 然后他就是画那个吹梦巨人的那个画家 就是一个老先生 但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资深的画家 然后呢 就是看到这本书的一个数据 那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一个孩子 在这种我们现在所谓的多元环境里面 其实他其实是想要表现自己的 所以我们就决定说 这个书的议题还蛮特别的 那大家可能会 如果只是看到书名 会觉得哇好像很强烈 可是事实上他里面的书的内容 并不是去 穿裙子只是一个事情 一个动作 他成长历程当中 他一个好奇 对 因为就像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讲他住在哪里 住在一个非常平凡 非常很一般 然后就是在 大家好像都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环境 跟社区里面 那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 可是每个人的内心里面 有时候会想要凸显自己 有时候会想 尤其是他在这样的一个单亲家庭 不被重视 甚至他想要拥有爸爸一个怀抱 都很困难的一个情境之下 那我们觉得 他其实整个把孩子的一个心理 铺陈的非常非常的棒 在你们的推荐序里面 我觉得就写得很清楚 这是猫头鹰亲子教育协会创办人 李苑芳 对 我为什么念这个出版序呢 因为家长当然爱自己小孩 过度紧张了 不管你们看到这个书 他当然是不希望自己的小孩受到影响 那我们这边就要看了 你是希望你小孩子受到 不想他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你解读错误 你可能就太过于紧张了 那人家也是教育家 人家也看了这本书 还写推荐序 这李苑芳他怎么讲 我大概讲一下 出来乍看 你因为觉得说 是不是在鼓动 小男孩都去变装 不是 不是 这边讲的很清楚 就是说 这来自我们对一些事情 我们普遍的人 我们都有刻板印象 我们觉得女生就要留长头发 这我自己加的 或者说我们女生就要穿裙子 好像穿裤装 你就去探讨 蔡英文为什么老师穿裤子 还想方思法翻箱岛 为找他珍贵的陆委会主委 在立法院背行的 唯一一张穿裙子的照片 难道他穿裤子 他就不是女生了吗 他这个内心就不是女性了吗 其实都值得打问号的 所以这个 刚刚又是我加的 我把他意思 就是李院方 我把他原本本讲 他意思是说 乍看之下 你会以为是一本 在谈男同性恋的书 这样的观点 是这样子的吗 为何我们会在 我们自己还没有翻阅 这本书的内容 就产生如此大推论 我们自己要扪心自问 是不是来自于 我们的刻板印象 说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 充满各式各样 限制的社会 这样的限制 框架着我们的思维 跟生活方式 我们甚至忽略了 揭开这个 遭到限制的面纱 直观 藏在面纱背后 他真正的意涵 所以一开宗明 就丹尼斯他所做的房子 就像慧莹讲的 他们那个附近邻居的房子 街道 甚至每个人的生活 的状态 跟这个 他们所 夹藏在内心的 里面的 看法 或是主张 几乎都一模一样 我们讲是传统 所以一模一样的人 圈出同一个族群 那如果你跟我们 稍微有不一样的时候 你就会被隔开 然后被交代说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充斥着你我生活当中 必须要终起一生 就默默福音 这样的限制 所以呢 当一整个队伍 穿上裙子的足球 小孩子 开始颠覆 这样的刻板印象的时候 就是引领我们进入一个 我们的一个撞击 就是长期以来 我们是否就陷入 既定俗成的观点呢 面对不同于自己的 一己的时候 譬如说 我刚刚会聊到 作者曾经描述过 一位头上包着头巾 他是印度席客教的男生 作者说 只要别人多认识我一点点 就会知道 我也没有那么不同 我不过就是席客教的嘛 跟大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所以这句话似乎 点出 我们常常以貌取人的肤浅 那如果大家都一样 那这世界上多无聊啊 也确实是 所以慧玲 你们当初接收这本书 你们不会没有团体的一个看法 或者团体一个讨论 你们当时候看完这本书以后 你们大家各自的想法呢 主张想传达什么样的一个 多元性的一个观点 然后希望这本是一个正书 善书 甚至是一个好书 其实我们在做书 或者我们在推广阅读好了 其实都是希望孩子 培养一个阅读思考 就是你必须变成一个 可以独立思考的人 那对于孩子 我们希望给予尊重 尤其我们会觉得 其实亲子之间的书里 也是这本书的另外一个关键 你看看这个爸爸 他因为妻子的离去 其实他有点自暴自弃 他就是暴影暴死 然后对孩子就是保持一种距离感 他只能用非常威权的方式 就是说去 就是跟孩子保持距离 那他为什么要保持距离 其实他是自己 就是本来就是自卑的 那也透过这个孩子 其实他一步一步的 那透过这个友谊的一个导引 他觉得原来做自己也不错 而且他不是去 把所有的事情都颠覆了 他不是真的变成女生了 而是他只是去表现一个自信而已 然后他事后 你说他还是一个足球队的队长 他还是非常有一个 展现他男性雄风在球场上 他还是很厉害的 在这个足球场上 可以展现他的一个能力 所以在我们在讨论这个书的时候 我们当初要出这个书 觉得我们可能对 这个书名是很熟动的 可是他不是书的全部 也不是为了要鼓励孩子去做什么 性别上的一个表现 而是希望说这个孩子 然后孩子可以做自己 然后呢可以怎么样去 产生独立思考的一个难力 就是戳穿了就两个字 尊重 以这个小Dennis来讲 他去一堆爸爸想要丢到火炉里面的照片里面 抢下了一张 那张妈妈他或者说他里面 他所有的记忆里面都想到妈妈 离开之前 穿了一件黄色的洋装 他所有妈妈的形影都是那个黄色的洋装 那再加上假设 我们假设 这作者所描述的Dennis 他是本来就喜欢时尚杂志 有些设计的飘飘亮的女性 搞不好他未来可以成为一位设计家 这是他的兴趣 然后他做了一个尝试 而且是在丽莎好友的一个 引导之下 你应该允许小孩子他去探索 不管他喜欢玩伴家伴酒 你会被我作为家长 我会不会知道 你玩这个干什么 你以后你是干嘛 你是有那个同性恋 还是你有女性倾向 你就制止他 不要那么紧张 他或许跟女性同伴 他有一些柔性的特质 或者觉得很有趣 玩玩伴家家酒 因为一个家里面伴家家 也有做爸爸的 他扮演那个男性也无法 也有做妈妈的 也有做儿子的 所以不要太过紧张 那他经过这个尝试摸索之后 还放很有趣之后 然后也得到同伴的一个尊重 你想想看 那些竹竹队的妈妈 爸爸 或是说那个Lisa小朋友 还有那个垃圾 那个老板 对不对 所有人他们都是鼓励 这个小孩子 他永远去尝试 而且尊重他 那第二个层次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位男性 像霍吹教练这样子 你喜欢装扮 真正的是有一个 想变装的这个癖好 他是隐藏了 因为他非常知道说 这个社会 他不兼容这个社会 所以他一直隐藏 可是还是被人家发现端倪了 因为早上去买书报 是一个男性 还留着胡渣 后面来了一个 说是他姐姐的 穿着女装的 怎么还是有胡渣 久不久之 大家都知道了 那可是这个霍吹教练 他没有诚实的面对自己 那他不能诚实面对自己 也是在同侪 或者说整个社群的 一个压力之下 他隐藏 可是我要跟听众朋友 或者说不管你做妈妈 做小孩 不管你多老多年轻 以我自己个人的观点 我是觉得 就算是你身旁 有一位霍吹教练 你也要尊重他 他是为人一个个体 或许你的小孩没有像Dennis 作者描述的这个小孩子的遭遇 你们家庭是幸福的 那就让小孩子做自己吧 对不对 这个故事里面 有一个妈妈是最有趣的 他是所有的故事里面 就是整本书里面 我觉得他是最尊重孩子的 就是他的Dennis的好朋友 那个达威许的妈妈 他就是一个很开朗的一个妈妈 而且是以自己的孩子为骄傲 然后鼓励孩子去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这样的一个妈妈 其实是孩子心目中 虽然有时候会觉得 这个像大卫学员会觉得说 我的妈妈实在很乖 然后也好像很 风风颠颠的 非常开放 开明 可是他在孩子心目中 就是一个可以变成朋友的妈妈 就是说我做什么 他可以接纳我 理解我 对 事实也指导我 对不对 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就需要大人的带领 这毫无疑义的 只是你抱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跟心胸 手段 这都是我们很粗浅的 因为我们也不是教育专家 但是我们先认为 应该是会有多元价值 而抱持尊重别人 让人家个体 能够有一个独立自主的空间 好我们去一下 我们再看这个新闻 最后怎么露目的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慧琳 我给你交换一下意见 首先是这个新闻 龙安国小后来 暂时下架 后来又把这个书回复了 我们也看到穿裙子男孩 不是只有年金出版 翻成综艺 综艺版上市 包括英国 都改编成音乐剧 我想说 纵使我们台湾或许 传统观点比较保守一点 我们也不一定说 要有样学样 人家弄成音乐剧 人家是畅销书 我们就一定要跟风 不是 但是它中间有一种价值 这是可能放在我们 即使有框架的这个团体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 最大公约数的 那这个新闻事件 你们也有发表你们的声明 那个声明要写得 非常的精准 而且是我讲的 那个最大公约数 而且你们要理直气壮 因为你这个书已经出版了 所以那个声明是不好写的 你们的想要表达的 在这个新闻世界 你们的立场是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理直气壮 我觉得我们其实都回归到一个阅读的书本上面 而是 其实我们会觉得 这样的一个事件 其实我们是心疼孩子 而且我们也 对 而且我们也觉得父母会做这样的事情 他应该是 心态极了 这是 这是可以去探讨的事情 所以如果他是一个学校 只是一个班级 一个老师 或者只是一个家长 说你不准看这本书 那就是他 这是他班级经营的一个 就是他的决定 但是是一个图书馆 我觉得图书馆是应该要很丰富的 很多元的 为孩子提供非常多的 不同的一个好的书籍 尤其荣安国小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那他们在阅读推广上也有很好的一个机制 所以可能只是这个家长真的很急 所以我们只是会觉得说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 那回到孩子就是一个阅读的一个自主能力 然后跟一个我们希望孩子 看这样的一个书籍 他可以好好去思考 他可能自己的一个兴趣 然后他内心的一个世界 那所以我们希望回归到这个阅读的本身上 是 甚至里面有一段描述 就是这个Danny 他在变装的过程当中 他总要上厕所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也有遇到 对 同样的 如果真的你身旁有需要上厕所 而且他在上女生厕所或男生厕所之间 他明明他想上的是女生厕所 可是他的难题 他可能必须要去的是男生厕所的时候 如果你身旁有这样的朋友 或者说同学也好 作为妈妈的 你应该怎么样开导你的小孩 要不要接纳 或者说怎么样看待 我觉得这个书里面 他其实有很多教育的这个打点 我们讲说打点 那就算是如果你的儿子 他是同性恋 做妈妈的 要强制他吗 或者是说你会怪罪说 你可能看了哪一本书 而变成这样吗 其实都可以思考的面向 所以惠玲 我这边跟你在交换一个心得 就是多年前我在时报周刊服务的时候 我们做cover story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总监 他由我带着去跟一位政治人物 我说了无访 就是林志佳 他呢要选台北县县长 他后来得到蛮高的票 虽然落选 他是15%的得票率 那时候我们跟他试图说是不是可以穿着孕妇 就打扮成孕妇的模样 而且是肚子很大的那种孕妇 穿着孕妇装 然后可能头发也要装扮成女生 然后化妆 穿着高跟鞋 可能孕妇可以穿平底鞋 就叫他扮成那个样子 就他非常严肃的拒绝了 其实那时候的构想是说 所有的政策都是你怀胎 九月多 你孕育很久的一个政策 如果你这个政策呱呱坠地的时候 你就代表说帮我们生产 产出非常多好的牛肉 可是他是拒绝的 所以anyway不管怎么样 透过这本书跟这个新闻的一个宣谈 我看到叶秉承老师也很激动 那我们就不赘述了 是不是代表年金出版社或说这本书 您接触应该是最接近的 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 希望这本书留下什么 我们希望也许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 然后让这本书可能 以前不知道的人重新就是看到了 那我们也希望孩子或者我们的家长 或者有很多的阅读团体 我们可以回归到书的内容上面 好好的去 你不会再被一本书的只是书名 去给这个印象给误导了 而是好好的去阅读一本书 然后呢 学会就是我们对孩子的一个尊重 尊重 对 然后呢 我们也好好的去跟孩子聊聊看 他到底在人生上面 在生涯上面 他有怎么样的一个兴趣 好 那我觉得这才是这个书的一个重点 你们这本是旧书 会不会因为这样一个事件 反而有人来找这个旧书 很有趣的 坦白讲 这个新闻事件出现的时候 我们也接到非常多的 所谓的故事团体 那他们就 就是突然之间又发现了这本书 有人读过 有人没有读过 然后也重新就是想要再把这本书 再看一次 其实不管你看什么书 最怕是成为禁书 你别以为我们成为禁书了 我们不会去找 以前很多禁书嘛 就说很多书你看 未必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这就是书带给我们好处 你可以fight debate 这就是很多人读书会 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观念的一个探讨 这也是书 之所以为书 它是一个好伙伴的主要原因 今天非常感谢联邻出版社的儿童读物组的主编黄慧玲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慧玲 谢谢 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 然后这里我们今天要请收听联网产线帮助 Danny主持的音乐123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音乐123